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有跟父母一起出国吗 没有 就带他们出去玩 没有 不知道怎么办签证 我自己的还是公司帮我办的 很简单 在办 全程很好办 我不知道 就递交那个 那最近这段时间应该是 因为之前我也没有 因为我也是那种 就很想生活 但是又没有办法 那么好的体验 就是日常的那种生活 然后我中间有过一次放假 放了一个多月 然后我就自己计划了地方 然后这些攻略怎么去 然后拿好玩 然后带我父母 带我父母 对 没有觉得平时实在太无聊了 就我也想体验一下这种 就很简单的 然后就是正常 正常咱们这么大的年轻人 会做的事情 因为咱们平时出去都是 我们工作人员会安排好 我没有他们我就不行 对 我没有法出远门这样 订机票 然后上飞机 然后入住酒店 然后去哪个地方 然后干嘛拍什么 就全都一天都是满的 对他们全都规定好了 所以咱们没有任何参与感 所以就会感觉没有生活 但这些东西如果都是自己 操刀去弄的话 其实就是有 会有那种生活 那种仪式感 我不行 做不到这个 我之前不是也是在打工吗 或者说做那个女团吗 那个时候就没有经纪人 什么帮你弄这个 然后每次到机场的时候 我就不会坐 然后也不会坐车 然后就会打语音 让我朋友告诉我怎么去做 这不行 你朋友不崩溃吗 不知道 我就是出远门的这种东西 对我来说有点困难 就是什么订机票什么的 因为我做事不会做规划 所以就不太会弄 所以我都 基本上是跟我朋友一起出门 我得让他们跟我一起 他来帮你安排好就行 对他帮我安排好 对他帮我安排好